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看到今天在中纪委的会议上引用了习近平在2014年10月23号四中全会时的说法 说现在的腐败叫他方式腐败 团团伙伙 这个帮派主义的概念其实我跟大家说过一个明确的说法 王岐山在2013年大概八九月份的时候说过 现在反腐治表不治本 那到底什么叫治本没人提也不知道 我们说法就是反腐争取时间 我当时的说法是 我说他一定要把时间凑到三中全会 结果三中全会 我们不知道京西宾馆发生了什么 在京西宾馆开的 没照片 没图像 只有一个习近平坐在一个什么小桌子边上的一个照片 开完会就出了俩机构 对吧 什么都没有 就俩机构 那我就跟大家讲了 这以后三中全会会被记住的 话时代 然后就提到了一法之国一县之国 但是呢 被人家这个刘云山给咔咔就给咔着了 看不着 看不着他也憋气啊 那憋憋憋憋到2014 上海出事了 人家就 因为2013三中全会一开完 气质咔咔 他就是抓了周永康 砍了这个李东升啊 玩命啊 真是吓家伙啊 所以人家江泽民 曾庆红也玩命 就给他玩了一个香港 玩了半年了 香港 香港是2014年 12月初才算结束了 而这个背景是什么背景 他又在香港这件事情上不出声 一直等到四中全会开完 正经八百的 你现在都听了都是叫一法治国 一县治国吧 四中全会之前 人家刘云山就给他咔嚓了吧 这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他就这么干的 他没招呼 谁也退不了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底下碎催拍马屁的 对不对 碎催了 北京法要碎催了 就在那下来 咱说团团伙伙的概念 他是在整个两次会议的基础上 提出了团伙帮派山头的说法 替江泽民卖命的人就把令计划拉成山头了 他顶多就是一个门窑 对吧 阎西山一带的 阎西山是山西出来的 那帮派的 他够了半天 他够不上去 他不够资格 我跟你说 他再怎么闹 令计划不够资格 打令计划 他看起来的是什么 所有的山头都消贫 所有的反腐都消贫 被腐败的人都干掉 他打的一个是整体的概念 但是这里面我们会看到 真正坐实的山头帮派是江泽民 这个其实真正的主意是在这 我的话用了一个词叫翻江倒海 翻江泽民倒上海滩 那我们从节目的角度来讲 从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角度来讲 是这个角度 这为什么是这样 这叫天意 顺其人性 背后有着佛性 那顺其人性 背后顺应着佛性的时候 面对的是魔鬼的共产党的党性 当所有人人性觉醒的时候 就是天灭中共的时候 缺心眼 我看你怎么天灭中共 缺心眼你就糟蹋你自个儿 真的糟蹋你自个儿 我没有任何贬低你的意思 恪守人性的人 一定拒绝中共 然后你说我胡说 那你就是向飞田那个 要被大帅变成猴的动物 被野马糟蹋了 因为你都不尊重自己的灵魂 不尊重自己的灵性 我说的都是大家通常的道理 所以当转向对派系 对山头打击的时候 这就不是反腐了 这要治本了 所以治本的前提 是用习近平在三中全会成立的机构 和跟下来的所有以国 以国家名义成立起来的改革小组 用四中全会一法治国一线治国的法律的文件 执政党下来的文件 合在一起 削平山头 是这么来的 还打什么令计划 想钱想疯了 想钱想疯了 令计划他活该 但是用令计划挡着江泽民 是你想钱想疯了 真的 那这件事情本身的讨论就五花八样了 美国之音有篇文章 实际不是一篇文章 是他一个节目 也在讨论帮派与山头 文章题目这么说 中央右批帮派 透视中共帮派政治 对 透视中共帮派政治 砍掉帮派 就没中共了 砍掉帮派 就砍掉中共了 最近中央连续表态 绝不容忍党内出现团伙拉帮结派 那人民日报为首的官媒痛批拉帮结派 呼吁彻底清除圈子文化 坐实了习近平扫除异己和清除帮派的决心 党内帮派渊远流长 根源是什么 今天中共的帮派和过去有何不同 能否扫清帮派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 这是习近平 那习近平什么政治愿望 哎呀 这是个问题 习近平什么政治愿望 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对吧 那中共的体制 中共整个党内就是帮派主义 对吧 为什么帮派主义 毛泽东杀掉了所有帮助他的人 他一定是要树立5%为敌人 你以为共产党就叫里头是帮派来 反右 那文化大革命我们看到的这个三反五反 一切的政治运动 都是要杀掉少数人 给大多数人营造恐惧来进行统治 所以他的整个的统治本身就是帮派主义的统治 树立体帮派砍掉帮派 树立体帮派砍掉帮派 在流血杀戮的过程中 延续着共产党的生命 真正清除了帮派 就清除了杀戮 就清除了中共 inspired by an ancient culture mesmerizing vigorous physicality beautiful a nimble master 5000 years of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Shen Yun presents authentic Chinese culture experience the divine experience Shen Yun for tour dates and tickets please visit shenyun.com 文章因为人家这是一个评论节目了 他就把不同的主要的人的评论的观点阐述了 程晓农是国内比较知名的学者 赵子洋时代的赵子洋的智囊 那程晓农先生认为 中共党内以前有帮派之分 今天是有派无帮 太子党非议党 团派不抱团 习近平讲的帮派圈子的 实际是关系网 那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 不可能消灭 那这里他就提到 太子党非议党 对 太子党不是党 我们原来早跟大家分析过 它是仰仗了一种情感的家庭背景 团派不抱团 我的说法团派不是派 不如苹果派 对吧 这基本上大家的观点是一致 团派是工作关系 那这些技术官僚非常冷漠 我曾经形容过 你看看 你看一看胡锦涛的脸的神色 令计划的脸的神色 李克强的脸的神色 他没有任何表情 为什么 他不能有表情 高文谦 这是比较著名的学者 他说中共党内有三大派别 江泽民的派系的领头人 江泽民本人不甘寂寞 但是他认为老麦年糕 来日无多 树倒湖村散 这是他的说法 团派年龄有优势 但是缺少掌门人 一盘散沙 他说第三个 习近平上台一直小心翼翼 始终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人马 现在距离十九大 召开只有两年 所以要急于建立起自己的班底 以便在十八大前重新洗牌 他说重新洗牌 避免像江泽民胡锦涛一样 成为夹心饼干 他批习近平批党内帮派 目的就在于此 那我个人不太认同高文谦先生的说法 就是他依然把共产党当成万岁 就是还有十八十九大召开 我认为没那几儿了 有难度 天灭中共的概念 有难度 这第一个 第二个 那团派他讲的就是一盘散叉 我觉得这个就不用解释了 江派树倒胡锦涛 没有 江泽民一直硬挺着呢 对不对 八十八要接瓜 今年都八十九了 还挺着呢 东山再起嘞 对不对 因为他与跟今天主政的习近平分庭抗衡 那没想到 他千万就说 我就说过 我说枪手死在枪下 江泽民贼坏 玩了一辈子的人 没想到自己给自己玩了 就是选了习近平 你相信吧 我跟你说 就这一条 习近平跟曾庆红 坐在那喝闷酒 即使搂着女人 他都没心情 因为他活活生生活活的把自己玩死了 就是选的习近平 枪手必死在枪下 淹死都是喝一水的 对吧 出门混坐了就得还 大家听起来这是一句皮尔汤话 这是一句民间的话 民间才是真理 党徒 邪恶占多 陈破空先生认为 只要有政党就有帮派 但是在民主体制之下 对立的党派可以亮牌 胜负在民意在选票 但在专制的体制之下 派系存在 却又不敢公开亮牌 因此一定是 你死我活 互相背叛 一旦下台 株连九族 我觉得 在这点上 陈破空先生 我觉得看的更直接 所以中共建政以来 就是一个帮派斗争 你死我活的历史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没错 我跟大家讲过是什么 我说其实 习近平反山头反帮派 是因为山头帮派跟他对立 10月24号 10月23号 习近平说了他方式腐败 9月29号 江泽民率领他的人马 出席65年大庆的音乐会 那就是明确的另立山头 习近平在12月31号晚上 新年贺词 对吧 说要一杆子扎到底 整个把反腐要进行到底 1月1号 2015年1月1号 江泽民带着自己的儿子孙子 上了海南岛沾水的地方 去了东山 表明东山代起 谁是山头 这就是我说的 2015有的巧 2015时间会更快 过去的时间会更快 每一个人一定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干嘛 真正的这样的中共党内斗争 这种你死我活斗争 谁不抓紧时间 谁就可能在这种天意的背景之下 失去自己人性中 或者生命中最真实的一面 归了包居就一句话 共产党的存在就靠派系打斗了 真正消灭山头 就只能消灭中共 而真正消灭山头 消灭了中共 那在共产党的平台下 大家积的恩怨 都可以化解 而化解的基础是什么 人性 我有期节目 今天节目说了 我说人性有多大的力量 人性有多大的力量 善的力量有多大 你不能拿尺子梁 对不对 你不能拿秤秤 但是有一样 这是今天生活在地球上 每一个人被称为人的标准 否则的话 就是向飞田的 所表演出来那个角色的动物 被野马糟蹋的动物 它的基础是进化论 它的宗旨就是 今天共产党穿的官衣的观察 对比而来 这就是我说 你今天拒绝中共 从人性上 从灵魂上 形式上 叫退党退团退队的根本所在 有人不爱听 石涛你最后又来这两句 你不爱听 你糟蹋的是你自己 侮辱的是你灵魂的 我没埋在你 在我做人的和人性的和灵魂的价值观的角度里 你是那样 当然你不一定认同了 那是你的选择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